这段影片的上传者是一位单亲爸爸 他和他的孩子以及一条爱犬一起生活着 可本应生活的平静书信的他却长期遭受着超自然事件的困扰 已经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摧残 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录制了一些片段并发布到了社交平台 希望广大万能的网友能给他支支招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影片 看看困扰着他的这个事物 是怎么将他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的 敲门声在房子里无处不在 你开了这扇门 另一扇门又立马传来了敲击声 这如果放在别人身上 估计那个人早已被吓得跑出去失礼地了 但在这位单亲爸爸这里 这只不过算是开胃小菜罢了 就在当天深夜 他家大门的门锁监控 摄露到了一个恐怖的身影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在我看来,这个白色的雾状影子绝对就是一个幽灵 它从街边出现并缓缓移动到了男人的房子外 而且还明显地转过了身子,然后就消失了 但看过恐怖片的各位是否心里都有种预感 觉得这个幽灵在下一秒会出现在门前 事实上也果然如此 他在男人的家门前显现了出来 在停留了一秒后转身离开 直接朝着房子的侧门方向走去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就在第二天的清晨 男人拍到了这样一个画面 一个明显的黑色人影 在男人的眼皮底下穿墙而入 静止走进了对面房间 可以听到 男人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 在请求这个事物赶快离开他家 但似乎这样的请求 对这个事物并没有起到作用 当天晚上 这个事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大摇大摆地坐在躺椅上 并且对男人 以及朝着他吠胶的狗狗视若无睹 这不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又是什么 而且他不但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甚至还细耍起了屋主人 跟着联系 我没有时间 而我没有时间 因为 HeyBuddy 我没太多请你 你先脱脱脱打 我先起来 我先把它认识 不是叽脱的 然后我们现在屏幕 i asked if you gotta go or you gotta go downstairs or something whatever you're gonna go you gotta go calm down he's okay please not today just holy cow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整个影片看下来 我真觉得这个男人真是被欺负惨了 被这个恐怖的事物给欺负的连脾气都没了 各位 你们觉得这个男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如果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几个年轻人在一天深夜相约去到了一条废弃的城市排水管道探险 在这里他们遭遇了非常恐怖的事件 可以说绝对能让他们铭记一生 请各位观看 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 可以 看我看他在哪里 我来想让他在 哪里 我们的力量 各位 你们觉得 这个突然冲出来的家伙 会是什么呢 仔细观察 能看到他的全身 都散发着一层诡异黑气 而且他似乎还穿透了 画面中的这位青年 这一切都表明 这个家伙看起来 不像是个实体 不是实体 那他难道会是一个幽灵吗 可看他跑动的状态 又不太像是幽灵 那他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怎么看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 男人正在家中客厅练习高尔夫球的挥杆动作 但当他快要结束时 他突然被诡异的一幕给吓坏了 他就这么 Tampa 这只能够抹开 他的腿的 他这个 就是 这只能够抹开 然后 把手撕 这只能够抹开 不过 他这也没更好 他这很远 可以看到 原本静止不动的吊灯 竟然突然开始诡异地晃动起来 并且越来越剧烈 仔细观察能发现 在桌上摆着的绿植并没有晃动 这证明当时架中是没有风的 而且更加诡异的是 厨房区域的一张橱柜门 也跟着开盒摆动起来 这就显然不是风能操作得了的了 各位 此时明明是大白天 为什么也能出现这种 超自然难以解释的现象呢 难道幽灵也能在白天活动吗 你们怎么看 这段影片的上传者自称 长期都遭受着一个恐怖女幽灵的困扰 所以她养成了一个习惯 只要在家 她都会打开手机摄像 以记录可能出现的灵异现象 现在就请各位看看 是否能在这段影片中 发现一些恐怖的东西 사실大家不会听说 不能在这段影片中 一段影片提供的 心准的 最后 sends 各位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在墙角站着的 应该就是这个男人口中所说的 骚扰她的女幽灵了吧 看起来的男人 似乎并没有发现她 那么她真的有可能是幽灵吗 各位怎么看 这段影片的上传者 在一天夜里 在家里看电视时 突然发现在房间的门口 出现了诡异的影子 于是他赶紧拿起手机 拍摄下的这鬼奇的一幕 请各位观看 可以看到 的确是有一个非常淡的黑影 出现在了门前 他不但缓缓推开了对面那道门 甚至还开了灯 而就当拍摄者起身 上前查看时 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 从整体上看 我觉得这段影片 还是比较真实的 也许真的有一个幽灵 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他只是很平常的 再回自己房间而已 各位觉得呢 好了各位 如果本频道还能稍稍入您法眼 那么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期的精彩了 让我们在下期影片再会 祝您愉快